208 題部分的話就十進位換說 其實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因為十進位轉成十六進位 十進位就0到9 對 然後再來就10 那就進一位 那可是呢 十六進轉成十六進位就是0到9 然後A到F 變A到F再加6個就十六進位 F之後才又跳為0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說我要寫一個這樣程式 如果是13的話就要轉成D 如果是8還是維持是8 如果是輸入多少 輸入11的話應該多少 B 11 0到9嘛 0到9就10 10 16進位是A 11 12 到F OK 所以你要有個對應關係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大概是這樣 因為程式邏輯並不複雜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那個對應關係 因為等於是0到15 總共有16個 0開始 不是1 不是1到16 是0到15 那所以最後一個是從15開始 所以我們一附 如果假如說他輸入的是什麼 輸入的是那個15的話那就F 14的話呢就是1 意思類推 所以剛剛講10的話就是A OK 那剩下來就是直接什麼 把它原來輸入的值丟進來 所以剛剛我們把這個值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值 比如說輸入11的話 那你enter的話就是B OK 意思類推 那所以的話如果剛剛輸入8 好像那個試題裡面講8還是8 OK 那如果剛剛題目裡面有提到的那個就是 13的話 13Enter 那就D 那寫法的話非常簡單 這個我想我們剛剛也有寫過類似的 首先的話第一個 一樣就是先把什麼 先把if先寫出來 有沒有 if 那D對不對 等於的話 記得一定要這兩個 因為常常同學都寫一個 因為如果你寫習慣用VBA的話 VBA是寫一個 OK一個 那但是Python的話是要兩個 Java也要兩個 那JavaScript那些其實都兩個 所以有時候要特別習慣 等於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把它什麼print 一樣print 什麼呢 print我要輸出的就是那個f 那剩下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再複字貼複字貼複字貼 有沒有 分別改14 13 12 11 10 那就OK了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這一題應該不複雜啦 所以你會發現你前面幾題都會的話 這個邏輯第二類應該算不困難 所以今天這個是第208題 那210我們順便講 因為這個題目還蠻容易理解的 那210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三角形的判斷 那千萬不要把這個題目想的太複雜 因為它主要是判斷什麼 判斷它是不是一個三角形而已 也就是輸入三邊 那如果三邊的詞 它能夠構成一個三角形 那就是三角形 那就把那個三角形 最後的好像編長 把它輸出 OK 比如說我就輸出111 這個是可以 三邊 就是另外兩邊的總長度 一定要大於第三邊 等於可以嗎 等於不行 對啊 你兩邊如果 1 1 2 這樣就不OK了 因為畫不出來 所以一定要一定 另兩邊的總長 一定要大於第三邊 OK 其實 就這樣 如果對 那就是一個三角形 把三角形的總長輸出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你就輸出那個inved OK 就是把它 這不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呢 我們程式的寫法 其實就是一幅L而已 也就是A B C這三邊 input 然後一樣轉型 那如果 A加B 大於C 而且 A加C 有沒有 大於B B加C 大於A A 這三種情況 一定都要 一定要end 你不是 O 如果O的話 那其中一個發生 那另外兩邊 不OK 那就不行 所以基本上就是 把兩邊 每一個兩邊都加起來 一定要大於第三邊 那就print 什麼 把A B C的加總 輸出就好 反思呢 就是跟他講說 這個inved 就是他不是一個 你就把這個輸出一個訊息 就是他不是 所以基本上 我們如果按照 這個題目 給我們的訊息 比如說 5 6 13 那你會把5 我把這個執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的執行 在底下 5 Enter 6 5加6 然後13 比他還大 所以 前面兩邊加起來 就沒有第三邊大 所以這個應該就不是了 OK 那反思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輸入的是 1 1 1 就正三角形 那就把3 編長輸出就OK 所以其實這一題的話 只有兩個邏輯判 兩重邏輯判斷就OK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208 跟210 試著做做看 OK 那這個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就是把那個 第一類跟第二類 其實我已經 跟我們進度 跟我們進度上面 其實符合我們預期的進度 就第一二類 那其實當然我們這個課 本來預期是只要交五類 OK 不過我覺得五類好像太少了 以各位目前的工作上需求 我覺得最好還是把1到9類 如果能夠全部做完是最好的 所以應該會應該還好吧 如果你假設說你覺得說 1到9類有點太多 你再反應給我一下 也許太快太慢 也許你們之後也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那當然我預期是 我是希望說 本來表定是只有交到基礎 就是交到第五類 但是我覺得好像不太夠 所以可能我會希望能夠 再多花一點時間 把後面的題目也講過 但是呢我只有講雙數 第一個可能就是因為 這個機率最大OK 那當然單數題也不是說不會考 可能那也許機率非常的低 那所以單數題回去有時間的話 那請各位自行再把101到後面有109 如果沒講到的話 那你就回去自己再試著做做看 因為我們課本裡面 也會有題目跟答案 OK 不過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自己要再實作 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你可以再提出來 還有第二類嘛 201到209 然後 沒有 後面那不是 那只是練習題 考試應該沒有 對對對 他後面那些其實只是一個 那些題目 不在考試範圍之內 對到10而已啦 沒有那麼多 只是後面 如果你當然有時間的話 對它有15題 簡易是111到115 實際上就是練習題 那那些題的話 如果你還有時間 那你先盡量還是把它試著練習看看 反正這些題目盡量就是 我是建議最好你能夠做到 看到他給的題目 你就知道該怎麼寫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你將來再寫 Python程式 就相對的比較沒有問題 還有熟練度啦 再來就是我是建議 就是你還是要 就是也不用讓人要助長 就是也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 就是說還是盡可能的回去 還是要盡量在自己電腦裡面 也在裝一份Eclipse 也裝一個Python 然後呢 像這種東西一定要花時間 尤其是如果你覺得自己覺得程度 比人家稍微不足一點的話 一定要花比別人多一倍的時間 這個是必然性的 OK 那將來呢 Python其實能夠用的 這個地方實在太多了 我覺得這個Python 感覺上應該還可以紅的 一個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OK 所以如果你有這項技能的話 我想對於你將來 無論是在就業升遷 或者工作上面 的那個效率上面 提升有一定的幫助 那無論說你將來是不是 只是單單從事程式 至少我覺得你是懂這方面的東西 也比較能夠跟其他人溝通 我想至少你會有sense 有概念 可以試著把那個208跟210部分 試著做做看喔 試著做做看喔 OK OK